咱们都知道可以进入NBA联盟的球员 再不计也有年薪百万 而大部分球员都是平民扑出生 从想就没有什么钱 扑到人有了这么一笔钱 他们是如何花呢 先来看看球哥报 他在进联盟之前就已经是非常出名了 在被胡人选中之后 他和球哥签了一份 四年总价值3340万美元的合同 新球赛季的合同就高达了629万美元 在手握百万美元之后 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洛杉矶 为家里买了一套豪宅 并且将所有的家人都接到过去 年轻轻轻便是人生赢家 和球哥从小家境殷实不同 火箭当家中锋 卡佩拉的童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和他的父母是去热市庇护的难民 2014年进入NBA后 他和火箭签下了一份 四年606万美元的四年合同 虽然第一年只有112万美元 但也足够丰厚 而董事孝顺了卡佩拉 用这些钱帮父母还清了 过去20年家里所欠的全部债务 看到这儿 或许有人对姚明的第一笔NBA工资感兴趣了 实际上姚明的第一笔工资 因为当时的姚明心悲上海的合同 双方以不到100万的价格达成买断协议 而当时蓝席也提出 50%1000万美元的抽成 而姚明甚至用推选来威胁 最终经过谈判 降低到每年5%才放行 事后姚明更是在资论中 解到他们不配得到这笔钱